世界上有一种被忽视的华语电影 来自马来西亚 在这些电影里 人们都在说中国话 这些电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有人这样评价他们 发散着我们曾经的光热 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地感动一回 那么请看它 这不像在本周末上映的电影 叫做光 主角兄弟俩是典型的打工人 弟弟在一家破酒吧打工做小弟 而哥哥一开场就在去面试的路上 他的自我介绍被弟弟写在手掌上 你好 我的名字叫文光 今年27岁 平易近人 乐于助人 弟弟要他不论见到谁 都用这番话介绍自己 因为文光有自闭症 这样说 别人就更容易体谅他的种种奇怪举动 当然 体谅的人不多 大部分人都不接受他 他太难沟通了 这天在花店面试 就因为老板说 你不喜欢花 那你来花店叫什么 文光就当场起身走人了 当文光把面试失败的消息告诉弟弟 弟弟很不开心 花店的工作只要剪剪之夜就好 这么简单都拿不到 那怎么办呢 他真的很希望哥哥去打工 这样他的压力就会小点了 为了照顾自己和哥哥 他牺牲了很多 最近连女朋友也分了 毕竟爱情也是要钱的 该怎么样让文光去打工呢 这天 当弟弟听说文光想买钢琴 他立即说 只要你去洗碗就给你买 文光一听高兴极了 答应了去洗碗 从此 文光就在弟弟打工的酒吧边 给一个越南小吃摊洗碗 这份工比在花店做辛苦 总是要做小板凳 久了就腰痛 而且他笨手笨脚 总是洗到眼睛里 还总要挨探嘴骂 好在文光是个有理想的人 但当他来到钢琴店 他发现 他的理想 最便宜的也要三千一台 而他每个月工资就四百 文光傻了 直到一天夜里 在酒吧边文光听见了别人碰杯的声音 这声音就像一股奇妙的电流 撞进了他的心灵 文光心里闪过一个天才的想法 从此他决定放弃钢琴 收集玻璃器皿 第一个玻璃杯是他从小摊偷回来的 第二个是他从路边起该那里抢的 第三个是他陪弟弟买鱼缸时找到的 要弟弟给他买 不过弟弟只答应买鱼缸 哥哥再拿来的吸水管就不买了 虽然只要十来块 但他也想省下这点钱 他对哥哥说 你想用就用我的吧 很快文光洗碗的工资发下来了 四百块 弟弟拿走了一百四 给哥哥留下两百六 他让哥哥请他吃餐宵夜 只要六块五 文光还抠门不详情 之后 小夫的文光来到一间二手玻璃器皿店 疯狂采购 买完之后 他高兴极了 在一家面店 把收货都摆了出来 在这里 他偶遇了之前在勤店认识的女孩 女孩很温柔 愿意去聆听文光的话 他惊讶地发现 自闭症的文光有一种独特的天赋 绝对音准 他能听出每个声音的频率和音调 真是厉害 文光说 某个杯子的音不准 要切掉一部分才行 女孩便帮他搜索了一个切割玻璃杯的攻略 于是 文光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改造他的玻璃杯 每每做出一个 他就快乐得如同中了彩一样 好景不长 这天 文光被老板抓起来骂 被弟弟看见 他冲出来维护哥哥 却得知是哥哥偷了老板的玻璃杯 不仅挨了一顿臭骂 还当场被炒掉 弟弟很生气 对哥哥说 绝对不能偷东西 文光答应了 从此 文光又变成无业游民 每天在街上逛街 经常碰到自己心仪的玻璃杯 但因为心怀对弟弟的承诺 只能大喊一声 忍痛离去 不久 哥哥又找到一个面试 是一个在咖啡店擦桌子的工作 这次 文光穿得整整齐齐 皮鞋黑袜 西裤衬衫 头发也梳得很帅 来到了咖啡店 这一次 文光没有犯一点错 每句话都说得准确清楚 也按弟弟的要求 标准回答对方的问题 但是 面试官说 我们再让你知道 文光虽然有自闭症 但他不蠢 他知道对方不太想要他 于是 他问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想问的问题 当对方说他不太适合 文光大喊一声 好了 他很沮丧 为什么世人不能接纳他 但当他路过一家玻璃制品的电视 他一下就被吸引了 一个水晶大碗 合适的口径 恰到好处的厚度 轻轻一敲 正是他寻找了许久的声音 他激动地拿起来一看 1799 这是他无法承担的价格 回到家 因为他面试失败 文光被弟弟骂了个狗血淋头 弟弟对他的耐心越来越少 总是觉得他没有用心 故意搞砸工作 但文光嘴巴不好 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 第二天 文光出门时 在一个垃圾袋里 听到了最后一个音调 这是他寻找了很久的声音 但垃圾工不听他的呼喊 把垃圾袋扔进了车里 于是他冒险 偷偷爬上了垃圾车后面 一路来到了处理垃圾的垃圾站 这里臭味滔天 遍地污秽 文光没有在意 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 他一点一点挖掘 寻找 终于找到了那个小小的玻璃杯 他如获之宝 高兴地大喊起来 可当他回到家 他发现警察来了 原因吗 是因为之前那个水晶大碗 那天他发现自己买不起 但还是偷走了 店家通过监控报了警 警察找到了他 这一次 弟弟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出来 哥哥眼神的躲闪 又没有去工作 浑身脏臭 以及一次又一次丢掉工作 偷东西 都让弟弟崩溃了 他对着文光又打又骂 气也没有消 直到狂怒的他 拿起哥哥那箱收集了 很久很久的玻璃杯 文光无助地哼叫着 一遍遍检查指向 然后他缩在角落里哭了 这天夜里 弟弟回家 发现文光喝过黄药水 当弟弟闯进文光的房间 患有自闭症的哥哥 离家出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他摆得 整整齐齐的各种东西 这个雨夜 弟弟到处寻找 他还没有消气 身为弟弟 他独自把哥哥拉扯大 对他来说 爱情 事业 全是奢侈品 他只能顾着如何让他俩活着 却从没有人体谅他的辛苦 他说 因为哥哥 他这辈子入定失败 他去问哥哥之前见过的每一个人 花店老板 五金店老板 咖啡店老板 他发现 之前要哥哥去面试 他每次都有乖乖的去 只是那些人 从来没有接纳过他 弟弟走遍大街小巷 依旧没找到 他突然想起了哥哥唯一的朋友 他在巴士站等了一天一夜 终于等到了 可惜 这女孩也没有文光的消息 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虽然他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可是在他的世界里面 一定有一小部分是可以被接受的 弟弟沉默了 他看着女孩和他的学生相处 突然明白 为什么他会成为哥哥的朋友 因为他会认真去聆听他的话 自己却从未做到 另一边 文光流落街头 靠头别人的圣范填饱肚子 天天睡在天桥底下 虽然生活凄苦 但他重新开始收集各种器皿 一点点打磨玻璃 拼凑自己的梦想 直到这天 当弟弟落魄地回家 发现哥哥坐在小板凳上 等着自己回家 哥哥是来找弟弟借水管的 因为之前弟弟答应过 文光的语气那样正常 似乎自己销售 脏兮兮的样子不值一提 似乎他那次根本没有被弟弟打骂 似乎他跟弟弟的关系 从来没有改变过 于是弟弟也像正常人一样回答 就在那边你自己拿 哥哥拿走水管进了房间 弟弟轻飘飘地坐在沙发上 回来就好 那他什么压力都可以承担 而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一阵音乐声 是哥哥在房里演奏音乐 当弟弟打开哥哥的房门 看到哥哥用好多好多玻璃杯 做出了一架独一无二的琴 并用他弹奏出了世间绝无仅有的旋律 望着哥哥 弟弟想起了之前哥哥搜集玻璃杯的神情 都那样快乐 他从没有关注过这种快乐 如今 哥哥却还给他一曲美好的音乐 弟弟哭了 哥哥有自闭症 但他才是真正空虚的哪个人 这部电影改编自导演和他的自闭症哥哥的亲身经历 现实中的这位哥哥是一个天才的自闭症患者 精通音乐 也是数学教授 弟弟把一部电影献给了这位哥哥 他们的妹妹则是歌手 用他谱写的歌曲 同样向哥哥表达了他的爱 电影光即将在本周末上映 有太多太多细节 我没有解说到 比如弟弟默默带给哥哥的爱 在哥哥肥皂露眼后 他第二天就多了一副护目镜 比如哥哥的自行车有辅助轮 因为自闭症有可能出现身体不协调 如果要全方位感受那种暖 我建议在电影院看看 可以说 他是最适合和所爱之人一起去看的电影 因为真正的光是半里前进的人 他照亮前方的路 点亮回家的灯 光是一部电影 是一首歌曲 也可以是一顿晚饭 一次拥抱